带您看国际状况要关心的是 有一艘在满难民的船只 14号的时候在希腊外海翻覆沉默 至少有79人因此丧命 而最新消息是 希腊警方逮捕了9名嫌犯 我们带您看当时画面 可以看到希腊警方将嫌犯一一送上车 当地媒体报道 当局在15号晚间 逮捕了跟难民船翻覆有关的9名人士 据了解 他们全部是来自埃及 涉嫌组织犯罪 以及非法贩卖移民 至于搜救进度 有获救的难民说 船上大概有750人 这么小的一艘船 挤了满满的人 其中有将近百名还都是儿童 但目前希腊海岸防卫队 只救其104人 还有数百人恐怕是凶多吉少 也成为欧洲近年来 最致命的船难之一